36. 《信息時報》2015年7月22日報章 E.06樓市房產廣告不得承諾送學位 戶口本版賺文《信息時報》記者段雅雄你是否遇到過 購房前開發商承諾買房送學位 事後卻未能兌現 亦或是房企增經承諾的超高回報率 最終卻成了鏡花水月 如今 者者虛假房產廣告終於要被整治了 今日記者獲釋 新廣告法將於9月1日起實施 其中 房地產廣告發佈暫行規定 修訂稿 下清規定 指出 房地產廣告中不得含有房產升值 投資回報 管理戶口 送學位等事項的承諾 未取得如授證不得發佈廣告規定修訂稿明確 房地產廣告中 房源信息應當真實 面積應當表明為建築面積或套內建築面積 並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升值或投資回報的承諾 以項目到達某一具體參照物的所需時間表示項目位置 違反國家有關價格管理的規定 對規劃或建設中的交通 商業 文化教育設施 以及其他市政條件作誤導宣傳 同時 廣告不得含有風水 占卜等封建迷信內容 對項目情況進行的說明 圈嚴 不得有背社會良好風向 不得含有廣告主能為入住者辦理戶口 就業 升學等事項的承諾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 此前東莞房地產廣告不乏因為用詞模糊 偷換概念 學位等問題 引發多喜狗分 對此 規定修訂稿要求 房地產廣告中對價格有表示的 應當清楚表示為實際的銷售價格 名是價格的有效期限 項目為致使意圖 應當準確 清楚 比例黑黨 廣告中涉及的交通 商業 文化教育設施及其他市政條件等 如在規劃或建設中 應當在廣告中注明 廣告中涉及面積的 應當表明是建築面積或使用面積 而且 預售房地產在未取得該項目預售許可證的情況下 不得發布廣告 頁計 廣告新規可減少九分小鳥廣告的迷惑與模糊不清的承諾 扣訪者的權益能得到有效保障 扣訪者與房企的九分也會大大減少 崇峰之夜市場研究部經理理零零高數機者 例如在入戶 升學方面 東莞本來就沒有買房入戶的做法 也沒有學位房的概念 指示有些樓盤跟學校有合作 但入學的名額有限 用完即指 業主如果不清楚這一點 就會引發糾紛 另外 有些項目可能離某個商圈或某一地點很圓 但廣告上卻寫著幾分鐘可達 或者經常有受戒緣起之類的說法 但這些廣告幾乎沒有看到明確標準價格有效期的內容 當扣訪者前去看訪的時候 收留完就會說這個活動已經結束了 或者這種會形已經罵完了 現在規範了這些廣告用語 對於減少九分是好事 李玲玲表示 除此以外 業內人士認為 新規有利於保障扣房者的合法權益 同時也有利於規範房地產廣告市場 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對房地產市場內說 使得房企推廣操作更加規範 有利於營造公平公正競爭環境 李玲玲稱 新規出台後對房企的的宣傳內容如何脫引而出 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考驗 因爲原有可以推廣的賣點 是最為吸引扣房者眼球的 之多 D 房地產廣告發布暫行規定 修訂稿規定 房地產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升值或者投資回報的承諾 以項目到達某一具體參照物的所需時間 表示項目位置 違反國家有關價格管理的規定 對規劃或者建設中的交通、商業、文化教育設施 以及其他市政條件作誤導宣傳 關於風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內容 對項目情況的說明 尊嚴有背社會良好風向 能夠為入住者辦理戶口、就業、聲學等事項的承諾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